一波三折 五天时间两次推迟发射 命运多船 美国重返月球困难重重 热潮再起 多国纷纷开启探月计划 志在苍穹 人类探索深空从未止步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晚我们来关注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再次推迟发射的情况 当地时间9月3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再次宣布 推迟正在进行的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的发射 NASA解释说 在发射前大约三个小时 他们在向火箭输送燃料的时候出现了液氢泄漏 任务团队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没有成功 事实上 这是NASA在过去五天时间里 第二次取消了探月火箭的发射计划 在8月29号 NASA就曾因为火箭的引擎故障 推迟了太空发射系统原定于当天的发射 那么这样一个太空发射系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系统 为什么接连两次推迟发射 半个世纪之后 美国为什么要重返月球 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 我们请到的一位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杨宇光 一位是我们的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次NASA推迟发射的具体情况 此次发射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3号下午2点17分进行 由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搭载猎座飞船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发射前约三小时 美国航天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在向火箭输送液氢燃料时出现泄露问题 任务团队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未能成功 因此决定推迟发射 当天大量观众聚集在距肯尼迪航天中心不远的太空景观公园 想要亲眼目睹新一代登月火箭的发射升空 当发射被取消的消息传到现场时 不少观众表示十分失望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 当天晚些时候对媒体表示 工作人员需要数周的时间进行数据分析 和故障排查 在未完全准备好之前 阿尔特密斯一号登月火箭不会进行发射 据透露 当天发生的液氢泄露问题 较之前一次更未严重 技术团队进行了多次尝试都未能解决 关于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我们先请雨光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而这一次的发射 它要承载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射任务 好的 从大的背景来说 这是美国重返月球 也就是载人重返月球的整个大的计划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计划呢 未来呢是希望能够在月球呢 建立永久性的这个有人驻留的这个科考基地 那么这是它长远的目标 而且呢这个科考基地呢 是在位于这个月球的南极的附近 那么从近期的计划来看呢 它已经确定了一个称之为 阿特密斯计划的这样一个载人登月的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中呢 其中有几个部分 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新一代的重型运载火箭 称之为太空发射系统 还有一个呢是能够实现升空载人能力的猎户座 载人飞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一个呢 就是美国在月球附近的轨道运行的一个小型的空间站 称之为月球轨道门户 那么还有一套重要的系统呢 也就是从月球的这个附近的轨道 那么就是说到达月面 并且再返回月球附近的轨道的这样一个载人登陆系统 这个几个部分组成的 那么你提到的这个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飞船呢 它的使命就是江乘足 最多是四名乘足 那么从地面呢 送到月球附近的空间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使命 但是很显然这一次的火箭的发射和一般的火箭是不一样的 那么太空发射系统这样一个重型运载火箭呢 是美国的新一代的这个重型运载火箭 如果它发射成功的话 那么它将成为世界上 那么起飞推力最大运载能力第二大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 那么它的这个发动机 就刚才你提到的 它出问题的这四台发动机 其实呢 就是原来航天飞机使用的RS-25系列发动机 那么所以它的推力可以超过1500吨 所以说呢 更加巨大 对 那么这一次火箭呢 首先它如果要是去月球呢 它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力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大推力的火箭 那么在发射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问题 其实大家就问 美国它在50年前已经这个登月是吧 有十几个这个宇航员呢 都登了月 为什么在现在呢 还会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 就大家觉得呢 这个从操就业应该是轻车熟路 但是实际上你看呢 这个隔的时间是多长啊 从1972年的时候 美国第一次阿波罗这个飞船 最后一次阿波罗飞船那个登月 那么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的时间了 后面呢 有航天飞机 但是航天飞机呢 停掉了以后到现在也很多年了 所以呢 你首先从人才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断档 那么在这个阿波罗这个登月计划的时候呢 美国是三任总统持续不断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推动的一个重大的计划 当年NASA的这个资金投入的话呢 占到美国GDP的0.57% 占到美国总的财政支出的20% 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系统工程 当时有30万人 有几十万家这个公司 几十万的科技人员参加到那个巨大的工程里面 那么这个巨大的工程呢 它在中间呢 这个没有持续的进行推动 所以呢 你现在又要重启登月计划 所以呢 这个计划呢 当然你有原来的经验 有原来的技术 然后甚至原来的图纸还在 中间有人说传说说图纸没了 但是图纸肯定还在 但是这些技术人员 能不能完全续接的上原来的这个技术 这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程度呢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不可能完全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呢 出现一些问题 我觉得呢 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看到这次是太空发射系统 登月火箭第二次推迟发射了 而之前在8月27号下午的时候 第一次发射前的48小时倒计时开始之后 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就遭遇了雷雨天气 发射台是三次遭雷击 后来在8月29号的上午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在地面检查期间 就发现了技术故障 所以在发射窗口期前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决定推迟发射 大家就很好奇了 怎么感觉美国这次重返月球的计划 这样一个火箭的发射这么难 为什么这么容易出现故障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被雷击啊 这个不是很大的事情 因为就是发射工位的设计的时候 它都会考虑这个因素 在发射工位的附近 有三个避雷塔 它的高度比发射台要高得多 所以说雷击是击中了这几个避雷塔 专门是用来吸引雷电的 它是并不会对发射台造成损害 所以说故障不是出在这个地方 但是您刚才讲到的其实是很关的点 因为这个太空发射系统 它的新一级刚才已经提到了 那么它使用的是过去航天飞机的技术 使用的是夜氢夜氧 这样的一个推进机组合 那么夜氢夜氧这个推进机组合 它具有最高的性能 但它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我们知道氢气 它的化学性质非常活过 易爆 对 而且它的分子太小 它是非常容易产生泄漏的 那么就是说 无论是我们在航天 还是在其他领域 那么使用夜氢或者氢气的时候 那么这个防漏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是非常难做的 所以说我们在专业上 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夜氢太难驯服了 美国的最后一次航天飞机的发射 是在2011年 那么在这个之后 其实这个发射台 这个39B发射台 那么以及相应的这些配套的系统 都没有再使用 已经过了10年以上的时间了 而这些设施 其实就是和其他国家对比一下 没有其他的任何国家的运载火箭 使用这么大 这么巨量的夜氢 所以说可以理解 那么就是说 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 那么就是说有经验的人员 那么它也有可能就是已经离职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出现问题 也就不是非常奇怪了 其实他们在50年前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50年前的土星五号的火箭的第二级和第三级 也是夜氢夜氧的推动 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 你这么长时间没再干这个活 所以现在重新干起来 升述了 对 那这样的故障 对于像这样的火箭发射任务来说 影响大不大呢 本身呢 因为就是登月的这个火箭发射 它有一定的特殊性 就是说呢 它要考虑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位置关系 所以并不是每天都有发射窗口的 只不过呢 就是说它的就是每一次的发射窗口还是比较宽的 有时候可以有几十分钟长的时间 但是错过了这次发射窗口 这并不是第二天还有发射窗口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损失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阿尔特密斯一号 是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 发射任务自然是备受瞩目的 然而翘首期待的登月火箭始终发射不了 严重超标的预算和低下的效率 也令美国登月计划遭受质疑 来了解一下 2012年 美国提出了阿尔特密斯登月计划 试图实现比阿波罗登月更进一步的月球探索 包括极地着陆和建立可持续性月球基地 并且为登陆火星和更深层次的深空探测奠定基础 在宇航员登陆前 美国航天局计划开展代号为 阿尔特密斯一号的无人绕月飞行测试 和代号为阿尔特密斯二号的载人绕月飞行测试 根据计划 美国宇航员最早可在2025年年底前重返月球 然而计划开展以来 相关项目屡次延期并超出预算 阿尔特密斯计划采用了新的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据称它高达880万磅的推力 比阿波罗时代土星五号火箭的推力要高出15% 太空发射系统的研发成本最初预计为60亿美元 计划于2017年首飞 火箭为一次性的不可重复利用 发射一次的成本在5亿美元左右 几经延误单次发射费用已飙升至41亿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 太空发射系统和其所搭载的猎户座飞船相关项目 共计已花费370亿美元 另据最新估算 到2025年阿尔特密斯整个计划将耗资930亿美元 我们看一看在美国的原计划中 发射主角太空发射系统火箭 最初预计是在2016年底首飞的 但是却一路推迟到了2022年 而这个太空发射系统火箭最初的开发预算是100亿美元 但是如今仅研发预算就已经高达360亿美元了 而且每次发射还有41亿美元的额外费用 作为最早登陆月球 也是唯一登陆月球的美国 这一次要重启它的重返月球计划 为什么这么难 我们知道最早老布什政府提出来 那么就是说美国的载人航天的终极目标是登上火星 但是它要先重返月球 那么就是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称之为星座计划 但是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 他就认为这个计划和阿波罗计划重复太多 所以他就取消了星座计划 那么就是说决定直接登陆火星 结果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 又把这个计划推翻 然后就是说要重返月球 那么制定了这样一个阿尔特米斯或者阿尔特米斯计划 然后目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延续了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来看 它就是说最终终极目标是要登陆火星 但是中间要不要重返月球 它经过了多次的反复 这样的反复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也是您刚才提到的 它的这个计划推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这个太空发射系统 它继承了太多的航天飞机过去的遗产 那么其实它的起点和基础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那么美国宇航局最主要的两个合作伙伴 这个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那么客观上他们形成了一定的垄断 那么这个垄断 其实也是目前的这个低效率 和出现其他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既昂贵又脱期 然后投入这么巨大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感觉就是目标不够清晰和统一 步伐也不够坚定 是 在阿波罗计划的那个时候 美苏两个大国呢 它就像一个短跑竞赛 今天你跑进11秒 明天我要跑到10秒5是吧 然后后天他要跑到10秒以内 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是非常 这个刺刀见红的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竞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竞赛机制下呢 那么美国呢 他举全国之力 然后实现了阿波罗计划 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好多次的 这个好多人次的这种到月球的 晚反的这个探月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但是之后美国发现 其实这领先的也太多了 也就是说突然别人呢 还在10秒呢 你已经跑到5秒了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那么之后呢就有了更相对现实的 也就是在地球轨道的航天飞机的这样的 这个包括这个空间站等等 那么就目标就进去转移 那么整个的登月的这个事呢就搁置了 那么关于登月计划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投身探索月球的热潮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020年10月 美国航天局与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阿联酋 和英国七个国家的航天机构 签署阿尔特密斯协议 协议干述了未来探索月球 及其他领域的行为 相关国家也希望能以此确认 开采月球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事实上 根据各国发布的计划 月球正在迎来越来越多地球访客 8月4号 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 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器发射升空 并将于12月抵达月球轨道 这是韩国的首次探月行动 接下来的11月 阿联酋将把拉西德号月球巡视车 送上月球表面 拉开该国长期探月计划的序幕 印度则计划在2022年第三季度 将月船三号探测器和巡视车 送上月球 这也是印度的第三次探月任务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发射月球25号探测器 以此为开始逐步恢复其探月计划 中国方面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显示 中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重型运载火箭 其中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在2030年左右 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 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全球载人登月的热潮 是不是在此掀起了 各个国家的动力都是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月球的基地发现了水 那么就是说这些水不但可以供航天员引用 如果用它来电解制成氢和氧 也就是航天器的理想的推进剂 那么因为月球的引力源于小于地球 所以说当我们的月球基地 它发展到一定程度 那么在月球上 从月球上发射火箭 从地球上成本可能要低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那么月球有大量的氦三的资源 一旦未来人类的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取得突破 那么月球的氦三 据说可以供人类使用几百年 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有前途 有希望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目前人类从上个世纪90年的开始的 第二轮探测月球的高潮 应当说它是人类从月球的探索阶段 向开发阶段转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我们中国也参与其中 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国际月球科研站呢 它也是建设在月球的南极 那一旦将来人类在月球南极建立了永久性的科考基地 无论是有人的还是无人的 那么它呢都可以为未来的这个月球的水资源和其他的资源的这个原位利用 变定很好的基础 那么在向更远的深空迈进的过程中呢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经济的有效的这样一个照板 对 然后呢再加上未来有可能就是开发这些亥三的资源 所以说呢现在月球开发的意义 已经不是纯粹的科学意义了 而是在工程上有更高的这个利用价值 如果怎么看未来大家登月计划陆续实现之后 整个计划的前景 包括其实你刚才说到技术的前景 商业的前景都是怎样的 有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参与到探月计划当中 包括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包括马斯克的SpaceX公司 他们都在这之前已经拿了NASA的经费 然后呢它在做什么呢 比如说蓝色起源呢 它就在做太空舱 在登月的太空舱的这样的一些研发 那么SpaceX它就在做一体化的 就是说它从月球轨道直接 这个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火箭回收那样 然后到着最后进入到月球轨道 然后再从月球轨道呢再回来 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再进行这个探月舱和 这个航空器的这个分离 那么也就是说它会有新的路径 这些公司实际上呢它已经在部署 或者看到了太空开发未来的这种前景 这种前景呢它一方面呢是太空开发本身带来的 刚才杨老师讲的这些技术上面 它带来的这种可能性 甚至是这个人类的移民旅游等等这样的一些 另外同时呢就是这些技术的使用呢 它也对其他技术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太空探索的技术 就这些年来这几十年来 它已经很多的技术最后都已经运到了 迷用的各个方面 所以呢就是说太空探索包括探月探索 那么它产生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外延的效应 将越来越强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50多年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后说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人类就此把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星辰大海 半个多世纪之后 现在有更多的国家开始投身月球探索的热潮 但是探月不是时髦 更不是为了炫耀技术 它蕴含了丰富的资源前景 更凝聚了人类走出地球的期待 这个过程必然会经历种种的曲折与挑战 当然也需要更加专注于科学的态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与话题的探讨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